你知道什么是爱吗 爱 那什么 猫可能不了解 但人类懂得什么是爱 但是我感觉你说的 好像还挺温暖的 是的 在你身上啊 满满 都是妈妈爱的回忆 主人 其实 我是愿意为你消失的 不 卷心菜 你听我说 我完全无法想象没有你的生活 之前王一博天天向上图书馆特辑 独演剧场扮演了一只叫卷心菜的猫 虽然词不多 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王一博的台词进步得太快了 颇具感染力 但王一博的聊聊几句台词 就让人掉了眼泪 他太像一只猫咪 甚至没有人类那样大悲大喜的感情 猫咪对情感的认知 懵懵懂懂 不懂爱 不懂死亡 爱 那是什么 也许是在主人去举刀刀时才悄悄思考 爱是很温暖的感觉 那我对主人是爱吗 虽然哭了 但是也好平静 被小猫治愈了 喜欢就订阅呗呗